本节目由上级大众飞电影 辉昂冠名播出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腾讯出品的 金牌驾到 本节目由上级大众 全新哲戏 行政级作家 辉昂独家冠名 辉昂成就辉煌 一般我们看到啦啦队 都是漂亮的女生 今天两位 黑白双煞 我们要做一个 有力量的感觉 好 那来一段吧 加油 中国队 加油 中国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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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蛮娘的感觉 没办法 因为拿这个东西就 对 倒计不对 如果是哑量的话 可能就有力量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 金牌出来之后 只会显得两位更娘 因为我们今天呢 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有没有看到 我们今天就我们三 平常会有四位教练嘛 对 可是呢 他出来之后 我觉得场地可能 顿时会被他震慑住 这不够用 对 因为我们今天就个金牌 我看到他整个过程的比赛 实在是太厉害了 而且很揪心的 还有他举起来的那一瞬间 你知道吗 他停在那边 然后脸上那种骄傲 然后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往往精彩的比赛啊 就是有一些曲折的 但是他用实力证明了一些 我一直在凌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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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们要请到的这一位 就是礼乐奥运会女子举奏 75公斤以上级的冠军 孟苏萍 重量级 重量级来了 你好 你的每一步 不让我们觉得很震撼 谢谢 谢谢 怎么觉得你有种 就看到你感觉特别喜庆 有种弥勒佛的感觉 大笑佛 可能下巴比较短 但是在场上的时候 真是杀气成狂 对 你那个最后一举的时候 其实让很多人都会有点紧张 是 我自己也下了半分 对不对 是的 我们在电视机前是尖叫你知道吗 当你后来就最后一次举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倒数第二次举的时候 裁判是给了你三个红灯 对 然后我就很担心 因为你那175公斤 要再举第二次 我怕那种体力会没有办法复合 结果不错 打他 打他 不不 轻轻拍他 手会疼 很壮的 对啊 平常都是怎么样来训练自己 平时 就是正常训练 然后 还好底子厚 能扛得住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看到很多举重选手在上台之前 他们的教练都会打 拍他们的肌肉 有个会打脸的拐教练 就很痛呢 为什么 这是为了让你集中精神 更好的集中精神 我以为是 打脸会集中精神吗 会啊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 因为你很注重这场比赛 也会紧张 紧张的 然后就不能自己的 完了就是需要外界的刺激 我以为是激怒 故意要激怒那个选择 他不会生气 那你平常都吃什么呢 就是你要维持你的身材吧 我们一般的女生来说 维持身材是要保持苗条 可是你可能是要保持你的这个厚度 我也会啊 但以后不练了 我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你自然而然的时候是几斤重啊 你指的是小的时候还是二十岁以后 二十岁以后 我刚练举重的时候八十多公斤 就已经练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八十多公斤 完了体重是从八十多 一直一直慢慢慢慢往上涨 就现在可以问一下几公斤 现在其中比赛的时候 称的是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公斤 一百二十公斤 所以要刻意吃什么来去维持吗 比正常运营员吃得多一点 我们晚上也需要加餐 就得于一天吃四餐 一天吃四餐 然后一餐吃八碗饭 没有没有没有 可不可以抱抱你啊 因为这抱你一定在这边 小心 小心啊 把牙姐抱碎了 哇 好有残力哦 那整个肉是很紧 很有弹力 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很有安全感 对啊 因为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世上的肉早已经不是泡肉了 是那种比较实际的肉 肌肉 肌肉 真的 但是恭喜恭喜啊 谢谢 谢谢 获得金牌的时候 你心里面第一个想的事是什么 我终于可以发生了 没关系 来我们节目是特别轻松的 就要来跟我们玩游戏 好啊 好 本节目由上期大众全新得戏 行政级作家 辉煌独家冠名 辉煌成就辉煌 第一个游戏呢 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 你知道吗 我跟小赵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 他每一次啊 见人就喜欢吹牛 说他的这个 碗力特别厉害 所以 既然今天 人生也难得有机会 可以跟奥运冠军 一起来比碗力 我曾经赢过巨石强分 赢过巨石强分 对对对 这是他人生的高峰 结乎见到每一个新朋友 他一定都要讲一次 对 然后跟旧朋友 只要稍微小酌一下 这就要拿出来 对对对 讲一次对不对 对对 巨石强分你知道吗 知道了 对啊 他那个手臂就是跟我大嘴一样 就是他赢过巨石强分 你觉得你会把他的手臂 还是留给他 可以啊 我觉得他可能一般就把你这样的 不会不会 拿起来转 然后感受一下感受 小赵 在比之前有什么话要跟家人交代的吗 我想跟他说 感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年 来 开始 如果重新选择职业 你会选择什么 说到最不可思议的礼物是什么 没有 经常用的孔头材是什么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这是小赵现在的心里话吧 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榴莲 你最喜欢哪一位明星 最喜欢 都喜欢 最喜欢的是刘德华 刘德华 你现在是觉得非常轻松吗 孟普婷 对啊 我怎么 我完全没有在施力吧 没有啊 没有 我也在用 那请问你可以表演一秒钟吗 让他扳倒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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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哇 哇 小赵你脸都 脏红了耶 我真的已经只是吃奶的劲了 而且你 你现在眼睛有冲血丝的感觉 没有 我现在感觉我手有点 有点脏 哇哇 你看他的手 他的手被握住了一个那个硬 哇 可能是太使劲的 在握的太使劲的 哇天哪 可是我刚刚对第一题觉得非常好奇 嗯 你说重新选择职业的话 你会选择 模特啊 模特 哪一个方面的模特 嗯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小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哈哈哈 就走梯台的那种吗 啊 因为我到现在个子也没达到1比7 5 哈哈哈 平面模特很多的都不用太高的 都是一样的 哈哈哈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在那个国际上越来越流行那种大尺寸的模特 就也可以非常漂亮 因为谁说一定只有就是瘦子才能穿漂亮的衣服 主要是我眼睛比较小哈哈哈 就你笑起来就特别情何力了 要不让要不让我们把桌子搬走 你的手还可以搬吗 你原来你搬面子偷甩好不好 有点硬 现在 好就是搬走之后 Kyu来给我们摆一个这种模特 因为你现在先要穿漂亮 哎呀 哎呀 为大家介绍现在最火红的运动装 有请我们的模特 孟苏饼 给你做的 这样 哎呀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可爱了 还不错啊 哎呀不太意思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那种 你知道 再再再再再大胆一点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我是比较夸张路线的 稍微稍微再再再这样多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再换一边 你这女性要有一个深 深处这个手 对 深长这样的 来一点 对 有 嗯 嗯 嗯 本节目由上级大众全新得戏行政级作家 辉煌独家冠名 辉煌成就辉煌 好 接下来到我们的精彩百宝箱 随机选择15格任务格 在规定与时间内完成任务计算成功 挑战成功者即获得三分钟火线冲击时间 登 按 开始 停 15号 金基独立 哇塞 现场会有特别的纸张铺开 在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有三张纸 我们要分别把全部的人都站在那个那张纸上 好吗 可以啊 好 首先第一张纸这个很简单吧 那请金牌先站在上头 有 那我们稍 对 我们三 这个很容易啊 可以可以可以 简单 哈喽 过关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这得数据一下 孟苏萍你先好了 单脚 我知道了站不下 可以的 应该我们的冠军往前站就可以了 应该我们的冠军往前站就可以了 我会站在前面 然后呢一只脚 然后把牙齿也抱在前面 对 我跟大夫这样 我们会跳在他身边 还是我们三个站在上面 然后一起抱着他 一起抱着他 哎 哎 你抱得起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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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看吗 可以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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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那那个小赵 你已经出职了 你要再站进来一点 好 好 一 二 好 好 孟主平我想要先问一下你 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比赛的时候 有在讨论 举重对于我们来说 就觉得好像只是把一个很重的东西举起来 可是其实好像在练 练到最后 要靠的是一种巧劲 对不对 对 那那个巧劲是要怎么样使啊 只能自己去感受吗 也不是 巧劲就是抓举停举动作都是 这收着腰憋着腰的 先是用腿的力量 然后 然后这边要打开 打开完了以后浑身力量 往上带 那你会不会就是需要在这样的时候 先去吉丹田 需要吗 然后如果挺起来以后 发现裁判料是红灯 然后就扔下去 就对准裁判吗 喂 好了 现在这么小一张纸 我看靠的也是要巧劲 可以吗 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你先站上去 然后我们就着你 或可不可以踩在你的鞋上 可以 你先你还是你先站上 好 好 我们两个现在可以了 准备 要不要紧 一 二 三 吹 吹 不行啊 这个太小了 太小了 本节目由上级大众全新择戏 行政级作家 辉煌独家冠名 辉煌成就辉煌 好了 所以就是过了第二第一关 然后第二关没有过 所以在我们的火线冲击里头呢 就是有两分钟的时间 进行到我们的火线上 会不会有点热啊 把外套脱了呗 好 哇哦 哈哈哇 好了请到那边就位 计时开始 好 有 如果等一下再想的话 你就要推到红点再开始 对 从红点开始 对 从红点开始 好快 好 好 不错 继续 有点难度的感觉 有点难度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太难 你就把整块牌子举起来好了 举起来 然后扔向裁判 好 好 好 哎 过了零月的点了 对 也过了核资他们的点了 对 哦哦 要再回到红点 快 到地时了 时间 快 要再回到红点 哎呀 时间到 跟施亭茂还有合资是一样的成绩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好玩啦 这是在巴西吃东西吃的惯吗 嗯 有点不习惯 但是都能克服 都能克服 我觉得那个运动员啊 尤其是能够来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运动员 真的好不简单 对 适应力很强 然后那种专注力啊 还有各方面抗压能力都是棒棒的啊 谢谢 好 最后呢 我们就要留下你这个荣誉的印记 哇 你这个掌可不可以帮我们印深一点 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个的掌 有时候感觉不够深刻 可是我相信你这一掌 这么厚实又有力量 哇 果然不一样 好有福气的手 耶 上期大众辉煌送出的 辉煌车磨一台 以及大众一家车主俱乐部黑钻卡 为节目助力 这里面是欧什曼品牌的当家之宝 有欧什曼珍珠项链和珍珠护服品 此刻冠军最美 中国最美 美如珍珠 本节目由上期大众全新德系行政系作家 辉煌独家冠名 辉煌成就辉煌 不要走开 继续进入我们的辉煌NOS 了解更多汽车和奥运相关的知识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辉煌NOS 掌奥运知识 GET汽车常识 我是大仙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小赵老师 大家好 对我们中国观众来说 可能都不太了解马术比赛 那么我们的小赵老师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马术三日赛这个比较罕见的奥运项目呢 好的没问题 马术三日赛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三天的比赛 来展示一个选手综合马术技巧的一个项目 那么第一天呢叫做胜装舞步 就是骑手和马穿得漂漂亮亮的 看谁的姿态比较优美 而第二天呢就要展示速度和耐力了 就是越野赛 选手们大概通过六公里的一个赛程 来展示马的耐力和技巧 第三天呢是障碍赛 选手们在场地内骑马通过各式各样的障碍 三日赛呢其实对于选手和马皮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因为三天必须骑同一匹马 那这个对马来说要非常的信赖 经得起考验对吧 对对对 其实骑手们对待自己的马皮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挨车一样 不希望自己的马皮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马在比赛过程当中四个蹄子一定要非常稳 而且协调才能做出各式各样优美的动作 而耐力呢速度也是不可缺少的 哎没错啊 马的四个蹄子就像我们的汽车的四个轮子 汽车呢也同样可以通过智能四驱系统完美达到对车辆的控制 上级大众全新德系行政级座驾 汇软的智能全十四驱啊可以任意切换动力 让驾驶爱车犹如驾驶盛装五目的赛马 灵活掌握游刃有余 好 今天的汇软NOS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金牌驾到就对所有支持你的同胞们说几句话吧 谢谢大家支持 然后希望大家工作生活幸福美满 甚至绿绿世界 谢谢 红束蹄 蹦蹦的 来説妈的这次